同桌100,同桌100,主题考试100,满意100 同学们好,老师,您好 欢迎大家来到同桌100学习课堂 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学习 你们看,池塘里有多少只小蝌蚪呢? 几个呢?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这样三五成群的小蝌蚪 你们看,它长得什么样子呢? 谁来读一读这段话? 请你来吧 池塘里有一群小蝌蚪 大大的脑袋,黑灰色的身子 甩着长长的尾巴,快活的游来游去 读得真好 请坐 同学们,我们看 池塘里啊,有一群小蝌蚪 大大的脑袋,黑灰色的身子 甩着长长的尾巴,快活的游来游去 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 就把自己想象成这一只只小蝌蚪 来快活的读一读 好吗? 一起来读池塘里 一拜,起 池塘里有一群小蝌蚪 大大的脑袋,黑灰色的身子 甩着长长的尾巴 快活的游来游去 真好,那同学们看 甩着长长的尾巴 你们能不能做个手势 来做一做 演一演小蝌蚪是怎样甩着尾巴 游来游去的呢? 来做一做孩子们 对,这就是甩着 是吧? 那除了可以说 小蝌蚪甩着尾巴 在水里,在池塘里游来游去 我们还可以说 水甩着什么怎么样呢? 试一试 想一想 想一想 柳树姑娘 在春天到来的时候 然后,她甩着什么? 甩着什么呀,孩子们 对,甩着长长的绿辫子 对吧? 诶,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春天来了 柳树姑娘 甩着长长长的绿辫子 多美呀 好 我们学会了 用什么甩什么来说话 接着我们看 小蝌蚪游啊游 他们看见鲤鱼妈妈 在教小鲤鱼捕食 那这时候 小蝌蚪会想起水呢? 他们的妈妈 会想起他们的妈妈是吧? 那他会对鲤鱼妈妈说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小蝌蚪说什么呢? 你看,这里是小蝌蚪 和鲤鱼妈妈的对话 我们来分角色读 好不好? 好 第一排的同学呀 你们读小蝌蚪的话 第二排的同学呢 请你们来读鲤鱼妈妈的话 注意,小蝌蚪的话呀 要读得轻松、活泼 那鲤鱼妈妈的话呢 你可以读的稍微声音 粗一点 像你的妈妈怎么跟你说话 你就怎么读 好吧 来,老师给你们起个头 鲤鱼阿姨 预备,起 鲤鱼阿姨 我们的妈妈在哪里? 你们的妈妈四条腿宽嘴巴 你们到那边去找吧 嗯,读得很好 特别是读小蝌蚪话的同学们啊 你的语气中啊 读出了这个问号的语气呢 非常棒 那我们这一遍加上动作来读 好不好 你比方说鲤鱼妈妈告诉小蝌蚪 它们的妈妈四条腿 你就可以出个手势 然后是什么嘴巴呢 宽嘴巴 你们到那边去找吧 加上动作来读 会更好 来,再来试一下 还是前边的同学来读小蝌蚪的话 好吗 鲤鱼妈妈 哎,鲤鱼阿姨 预备,起 鲤鱼阿姨 我们的妈妈在哪里 你们的妈妈四条腿宽嘴巴 你们到那边去找吧 同学们 我们看 在小蝌蚪遇见鲤鱼妈妈 教小鲤鱼捕食的时候 你们仔细观察一下 小蝌蚪有什么变化呢 看谁的眼睛最亮 发现了有什么变化 请你来说吧 小蝌蚪长出了两条后腿 对,非常完整 是啊 你看 它长出了两条后腿呢 听了鲤鱼阿姨的指点啊 小蝌蚪继续找妈妈 你们看 它游啊游 找啊找 那过了几天 这时候的小蝌蚪 它的样子和前面的 一样吗 又发生变化了是吧 那它又有什么不同呢 仔细观察一下 请你说 小蝌蚪 小蝌蚪长出了两条前腿 呀你的眼睛真亮 观察的真仔细 对 小蝌蚪啊 又长出了两条前腿 同学们 我们看 小蝌蚪长出的四条腿的顺序 是先长出两条后腿 再长出两条前腿 对是这样的特点呢 同学们 那接着再看 同学们 接着再仔细观察一下 它还有什么不同 请后面的女孩来说 他们的尾巴变短了 哦是啊 你看 它长长的尾巴 在慢慢的变短呢 你们都发现了吗 发现了是吧 你们都是金眼睛呢 嗯 都是火眼金金 同学们 我们接着再看 小蝌蚪啊 游啊游 找啊找 你们看 它遇到了谁 这是谁 乌龟 对 它遇到了乌龟 那我们看 小蝌蚪啊 看见乌龟是怎么做的 谁来说一说 你来说 小蝌蚪游啊游 过了几天 长出了两条前腿 它们看见一只乌龟 摆动着四条腿 在水里游 连忙追上去 叫着妈妈妈妈 听读得真好 掌声给它 同学们 我们知道乌龟 是不是小蝌蚪的妈妈呀 不是 可是小蝌蚪 为什么把乌龟 当作自己的妈妈了 想一想 想一想 它为什么把乌龟当作自己的妈妈呢 有的同学在想 刚才我们课文中说的鲤鱼妈妈的话 对 请你来说吧 因为乌龟有四条腿 宽嘴巴 哦 对了 因为鲤鱼妈妈刚才告诉小蝌蚪 它们的妈妈长着什么 四条腿 宽嘴巴 所以呀 它看见乌龟 也长着四条腿 宽嘴巴 就认为这是自己的妈妈呢 看来呀 这个我们在介绍一个人 长什么样子的时候 要把它的全部特点都说清楚 不然那就会发生笑话了 是不是 嗯 那你看 小蝌蚪喊着妈妈妈妈 那乌龟妈妈对它们说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扮演乌龟妈妈 读一读她的话吧 来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 预备 起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 你们的妈妈 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 披着绿衣上 你们到那边去找吧 对 听了乌龟妈妈的话 我想呢 小蝌蚪就不会再找错妈妈了 是不是 是 同学们 大家看 在小蝌蚪 遇见鲤鱼阿姨 和遇见乌龟妈妈的时候呢 有这样两个词 她遇见鲤鱼妈妈的时候说 是迎上去 那遇见乌龟妈妈的时候呢 作者用的是追上去 这两个句子中的迎和追 老师能不能调换一下呢 能不能 不能 不能 为什么不能呢 谁来说说你的理由 为什么不能呢 请你来说 小蝌蚪 小蝌蚪 问鲤鱼妈妈的时候 他们是面对面说的 而 问乌龟 乌龟的时候 找乌龟妈妈的时候 是 从乌龟妈妈的后面追的 是不是 看来呀 这两个字虽然简单 但是呢 他们表示的意义啊 却大不相同 我们平时在说话呀 写文章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用词要准确 迎面的 面对面的 那叫什么呀 迎上去 在他后面 我要追赶 那就是要用 追了 来 把这两个词 一起来读一读吧 迎上去 预备 起 迎上去 追上去 对 可大不相同啊 同学们 小蝌蚪 听了乌龟的话 接着去找妈妈 大家看 又过了几天 小蝌蚪的身体 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请大家认真观察 请你说吧 小蝌蚪 有啊 有 过了几天 尾巴 变短了 哦 你用的是课文中的句子 那你能不能用自己的话说一说 小蝌蚪 这时候 他的尾巴怎么样呢 说说 这时候 小蝌蚪 他的尾巴 变短了 对 变得更短了 你看 如果不认真看 不仔细观察 你都发现不了呢 是不是 同学们发现了 说明你们那有一双火眼金金 真棒 是啊 你看 又过了几天 小蝌蚪的尾巴 变得更短了 身上的衣服 你看看 也变成了什么颜色 绿色 对 刚开始 他是 什么样的身子啊 黑灰色 那现在呢 你看 他身上的衣服 已经变成了 绿色 多么明亮啊 再看 他的嘴巴 有什么变化 变大了 眼睛 也变得怎么样啊 圆鼓鼓的 对 变得圆鼓鼓的了 越来越像 谁了呀 喜欢妈妈了 因为他们已经 变成青蛙了 来 把这段话 大声的读一遍吧 小蝌蚪的尾巴 变得更短了 一拜 起 小蝌蚪的尾巴 变得更短了 身上的衣服 变成了绿色 嘴巴变大了 鼓着一双 大大的眼睛 他们已经变成青蛙了 小蝌蚪啊 终于变成青蛙了 你替他们高兴吗 高兴 那就高兴的再来读读 这一段话中的最后一句 他们已经 预备 起 他们已经变成青蛙了 真棒 那你能不能用 已经这个词语 说一句话呢 孩子们 请你来说 我已经长大了 老师祝贺你 长大了 好 谁来说 还有想说的吗 同学们 现在是什么季节呢 夏天已经过去了 请你站起来说好吗 夏天已经过去了 对 夏天已经悄悄的过去 秋天来了 是吧 同学们 我们看 这时候啊 小蝌蚪游到了荷花旁边 它看见了什么呢 秋蛙大大 对 看见了一只大青蛙 看看课文中是怎么介绍这只大青蛙的 来读一读 来读一读介绍大青蛙的句子吧 披着 披着碧绿的衣裳 露骨着一对大眼睛 那这个披 露骨 同学们 它都是表示动作的词语 是不是 那你能不能仿照着这个词语来用披 说一个短语 或者说句子 用露骨 也分别说一个短语呢 谁来试试 披 什么 你说 我披上了大一 哦 是的 它说了一句话 那露呢 啊 你太开心了 然后你脸上露出了什么 酒 哦 露出了酒 你请你来说 露出了笑容 对 露出了笑容 真好 那鼓呢 你生气的时候会怎么样啊 气鼓鼓的 嗯 鼓着什么呀 在帮着 站起来说 姐你站起来说 鼓着 出去的时候我会鼓着腮帮子 嗯 鼓着腮帮子 真好 你们都会用这些词 这些字来说话了 好 同学们 那么这时候啊 看见了青蛙 它终于找到妈妈了 你们说 小蝌蚪的心里高兴不高兴啊 高兴 那就让我们快活的来高兴的喊一喊妈妈吧 预备 起 妈妈妈妈 嗯 那青蛙妈妈说 好孩子 你们已经长成青蛙 快跳上来吧 于是啊 这些小蝌蚪 后腿一蹬 向前一跳 蹦到了 荷叶上 同学们 那 这一次 小蝌蚪又是怎样 判断 面前的 就一定是 她的妈妈呢 回忆我们前边读过的课文 谁来说一说 她是根据什么判断的呢 请你来说吧 因为 他们眼前的青蛙是 披着绿衣上 一对 头顶上一对大大的眼睛 宽嘴巴 四条腿 对 这一次啊 这个动物 他们面前的 具备了 鲤鱼阿姨 和乌龟 告诉他们的 他们的妈妈的 全部特点 所以啊 她再也不会 认错妈妈了 好 同学们 让我们分角色 再来读一读 小蝌蚪和青蛙妈妈的话吧 对 这时候啊 她都不是小蝌蚪了 已经变成了 小青蛙 好 这一次啊 后边一排的 三个同学 读小青蛙的话 前边的同学呢 读青蛙妈妈的话 老师来读叙述语 好吗 好 来 再读一遍吗 愿意 来 再读一遍啊 预备 起 妈妈妈妈妈 好孩子 你们已经 小青蛙的肯定了 小青蛙的老尾巴 一生不见了 它们跟着妈妈天天去捉害虫 是啊 青蛙呀是一虫 一只青蛙一年能捉一万五千多条害虫呢 同学们 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护小蝌蚪 保护小青蛙 保护青蛙呢 是不是 是 它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所以啊 我们要保护好青蛙 同学们 这个故事我们读完了 小蝌蚪呢 它在找妈妈的过程中啊 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那它是怎么长成青蛙的呢 谁能借助着这个田空 把小蝌蚪是怎样长成青蛙的这个过程 说一说 有没有信心 有 嗯 我们先来把这个空填上 我们一边填空 一边说 好吗 好 你看 池塘里有一群小蝌蚪 它们 游啊游 过了几天 长出了两条 后腿 后腿 又过了几天 长出了两条 千蝎 没过多久 尾巴不见了 变成了一只只能捉害虫的小青蛙 真棒 那好 赶快用自己的话再说一说吧 一会儿啊 把后面老师有一道留给你们的闯光题 看谁能够把它说出来好不好 好 赶快说一说这个过程 自己说说 池塘里有一群小蝌蚪 它们游啊游 过了几天 长出永远后腿 又过了几天 长出永远前腿 没过多久 尾巴不见了 变成一只只能捉害虫的青蛙 嗯 记住了吗 记住了 那好 同学们你看 老师这里啊 有五幅图画 那你能不能用自己的话说说小蝌蚪的变化呢 能不能 谁来 这是一道非常难的闯光题 不过我相信你们能把它拿下 有没有信心 有 谁来试试 不要紧 嗯 哪里说不好了 老师可以帮助你 从头开始说 小蝌蚪开始什么样子 然后 游啊游 或者过了几天 怎么怎么样 谁来试一试 好 男子汉请你来 是当里有一群小蝌蚪 过几天 小蝌蚪长出 小蝌蚪什么样子 说一说 给大家介绍一下 小蝌蚪 灰个 灰灰色 黑灰色的身子 大大的 眼睛 哦 大大的脑袋 还有一条什么 耍长的 什么 哎 对了 那 接着往下说 过了几天 小蝌蚪长出了两条后腿 又过了几天 过了几天 小蝌蚪长出了两条前腿 再过了几天 小蝌蚪长出了两条前腿 小蝌蚪长成了青蛙 尾巴也没有了 嗯 变成了一只小青蛙 是不是 真棒 掌声给他 同学们 同学们 通过刚才的学习 老师知道 大家都了解了 小蝌蚪变成小青蛙的这个过程 那你能不能把这个故事 讲给你身边的伙伴 或者是爸爸妈妈听呢 能不能 能 好 那就下课呀 把这个故事 讲给你身边的小伙伴 或者是爸爸妈妈来听 好了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就学到这里 下课 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 下课 再见